李錦記1932年由澳門遷到香港 不過李肖男就選擇往來港澳南水三地負責蠔油生產 李錦記1929年去世 李錦記就交由他三個兒子共同打理 30年代蠔油成為澳門著名土產 不僅供應當地酒樓食市 還軟消至北美的中菜及華僑家庭 當時李錦記還是傳統的家族企業 產品只有蠔油和蝦醬 每當有生意都要全家總動員去做 公司的員工實際只有幾個人 所以李加第二代成員 很早就會幫忙做生意讀書很多 之後公司逐漸將經營的重心移到香港 1932年李錦記第二代後人 決定將總廠遷到香港 在中環皇后大道中開了第一間店 李錦上的長子和妻子先後移居香港打理生意 而三子少男就往來港澳南水三地 負責豪油生產和技術改良 他仍然年幼兒李文達同堂兄弟姊妹 就留在澳門讀書和生活 二姊妹 三 permanently 二姊妹 二姓 二姓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